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和关世平合作的政经启迪栏目 我是狄东升 今天我们接着上一次的节目探讨这样一个话题 就是新冠疫情对全球的经济金融市场 形成了全面的冲击之后 我们看到美国政府他们的所作所为 第一是甩锅 努力把责任要甩到中国身上 那么第二就是向这个世界征收铸币税 然后用巨额的铸币税来补贴美国的资本 和一部分美国民众 我们看到美联储在今年的三月初开始 持续的扩大他的央行资产负债表 就是无底线联合宽松 我们从去年的九月下旬开始 看到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持续的扩张 从3.75万亿迅速扩张到疫情扩散到美国之前的4.2万亿美元 可是进入战役模式之后 随着美国金融市场暴跌 全球商品市场暴跌 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从4.2万亿 短短半个月 现在就扩张到了5.2万亿 那么仍然以极快的速度在继续快速扩张 通俗的比喻就是运钞票 然后印了这个钞票交给美国金融市场 那么我们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来讲 我们不光是要看他印钞票损害了谁的利益 而且要看他这个印钞票行为补贴了谁 他把这个钱从哪弄过来又给了哪 钱可以印 但是这个天下的真实财富 他是有限的 所以他通过扩张资产负债表 相当于就印钞票 稀释了全世界的储蓄者的财富 许多人说我又没有储备美元 我又没有买美元 他印钞票就印钞票 跟我好像没有关系 这种想法是错的 美元是全球主流储备货币 全球的绝大部分的央行的储备 都是放在美元资产中的 尤其是美国的国债和高等级债券 那么全世界70亿人买单 那么替谁买单呢 那么我们就要看看 就是这个钱他给谁去花了 那么我们看到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 快速扩张过程中 大头用来购买美国国债 美国国债呢 又怎么分配呢 美国国债相当于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 最终达成了一个妥协的方案 财政开支快速开支2.2万亿美元 这2.2万亿美元中间呢 直接给美国老百姓的 帮他们救急的 抚恤困难群众的 大概有个五千几百亿美元 然后剩下的大头是用来给企业的 包括减税 也包括各种行业的拯救 那么除此之外 还有美联储扩张的这个 4万亿资产负债表呢 它是直接用来在金融市场上 帮助企业债和股票市场 来维持价格 当然以前呢 按照美联储的相关规则 美联储是不能直接买入股票的 但是最近他们正在要修改规则 所以我们看到啊 整个这个运作过程其实就是面对新冠危机 从全世界征收广义诸币税来分配给美国国内 那里边呢 绝大部分又分配给了美国的有钱人 主要是通过替有钱人购买他们的债券 购买他们的股票 以及补贴有钱人所拥有的企业 那么真正给底层民众的只是里标的五六千亿美元 大家注意啊 美联储它不是美国的央行 它其实相当于是世界的央行 因为美元是全球储备货币 所以他们这样一种做法 许多人说 哎呀 是可能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危害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中国人是喜欢储蓄的 整个国家拥有大量的外货储备 那么这种居民的储蓄加上国家的储蓄 都会面临美国征收广义租币税 所以我们的相对购买力就会受到损害 这种说法不能说错 但是呢 如果我们站在更广大的意义上来讲 更宏大的更长的历史时期来看呢 我觉得美国政府的这种做法 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机遇 可以讲是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大机遇 这个机遇主要是指人民币国际化 那么人民币国际化这个问题 提出来其实真正变成相应的一系列改革举措 它其实已经有将近十年的历史 最初是前央行行长周小川同志 通过一篇论文提出这样一个命题 所以也有多少朋友 把周小川前行长称之为人民币支付 那么今天有华尔街的朋友跟我讲 他说现在给你们中国人 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战略性机 这个机会之长可能也就是几个月 最多也就一年 你们必须立刻行动 就是干嘛呢 就是收割美元霸权的一部分 我们不可能一下子推翻美元霸权 但是完全有机会 在这一个美国持续扩张货币基础 向全球征收注币税的过程中 我们在里边翻一大白根 这是什么道理呢 就这个世界上 有资格发行全球储备货币的经济体 机上 目前为止 全球主流货币市场上 我们做了一个货币国际化指数 美元一加占到全球市场份额的 55%左右 大家注意了 美国人占全球总人口只有4%多 美国的GDP占全球的份额 应该是在20%多 但是它的货币占到全球货币市场的 50%几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那么排名第二的是欧元 欧元占到20%多 那么第三和第四是日元和英镑 两家基本上都稳定在3.5%到4.5%之间 人民币占全球计价结算 占全球货币指数的份额 我们是从2011年的0.02% 也就是万分之二 变成了现在的3.0% 那么正常情况下 你一个小份额的货币 想要扩张你的份额 这其实是很难的 但是 现在出现了这样一个机会之长 因为美国人正在无底线的 无限制的快速营钞票 那么它这种行为 给全球的储蓄者 尤其是全球的资产管理人 全球的外汇储备管理人 它都带来一种心理上的冲击 那么他们都想要寻找 更合适的多元化的资产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中国可以扮演这样一个角色 尤其是美元已经把利率压到了零 那么全球的储蓄者 他们把钱放在美国国债中间 没有什么收益 但是要替美国经济一块承担风险 所以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中国就可以跑出来抢生意 我们可以向全世界提供 一个新的资产词 我们的信用 可以比它打造的更棒 我们的流动性可以比它更强 是吧 然后这些信用所对应的食物资产 更多 所以这是我们下边 必须要抓住的一个战略性机会 具体来讲 比如说 我们下边应该发行特别国债 一部分是用来在中国国内 要给老百姓提供就业 提供消费能力 我非常主张给在疫情冲击之下 失去收入来源的困难家庭 尤其是年轻人 要提供足够规模的补贴 说白了就是直接发钱 正常情况下 不能直接给国民发钱 但是现在这个阶段 给国民发钱 给一部分国民发一些钱 其实是一种必须 而且总数算下来 其实都是有限的 那么还有一部分 就应该是向世界各地的 这个现在不是美元荒吗 缺美元的人提供 人民币的流动性 上一次节目中间 我已经专门解释过了 为什么一方面美联储 拼命的扩张货币基础 一方面拼命他们引钞票 但另外一方面 全球金融市场上 反而出现美元荒 那么在全世界都面临 美元荒流动性紧缺的 这个背景之下 我们需要填补这个空缺 中国政府这个时候 一定要非常大方 非常慷慨的 为全世界提供流动性 所以这个提供流动性的过程 是救急不救穷 在国内你要既救急 越要救穷 这是一种道义的必须 在国际上这是个买卖 我们是救急不救穷 这个过程中 我们会获得一个风险收益 但是我们会承担一部分风险 原本由美国的 华尔街的金融体系 他们原本由一个复杂的 微妙的黑箱一般的 华尔街金融体系 所打造出的一个 吸收全世界过剩储蓄 承担风险 然后投送到整个世界的 这样一个循环在危机期间 完全停滞了 那么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填补着空白 我们要吸收全世界的储蓄资金 这些储蓄资金的特点就是 不愿意承担风险 它们不需要多高的收益 我们能够给它一个2%点多的收益 它们就非常满意 因为比金比美元 比欧元 比日元的资金收益率要高一些 那么这个时候 同样以人民币即将 我们会获得一个稀差 但是我们会承担一定的风险 因为你去救急的时候 困难中的那些经济体 困难中的那些项目 它们有可能违约的 所以这个过程中 我们其实是承担风险 来获得一个风险一架 那么说到中国的外汇储备 我个人判断 从各方面迹象来看 特朗普下边有很大的概率 会找一些由头 征收我们中国的外汇储备 比如说 他拼命的要把新冠疫情 对全球的伤害 外距到中国身上 他努力想要打造一个 国际国内的统一战线 来向中国讨伐 要求中国为全球新冠疫情 花个几十万亿美元来买单 那么这样一个事态 我们该怎么看 我们该怎么应对 那么我们下一次节目 来进行具体的讲解 也欢迎听众朋友们 在我的今日头条号上 给我留言 进行深度的探讨和反馈 谢谢大家